是邓小平亲自选定的接班人 公众祷念胡耀邦的活动持续了一星期 并引发出一系列的抗议行动 成为89年整个运动的导火索 两年前由于发生了另一场血潮 胡耀邦被迫辞职 罪名是他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利 胡耀邦下台时并没有出现大规模的抗议运动 而在死后却成了人民心目中开明领导的化身 人们借悼念他来表达对当权者的不满 当时流传着这样一句话 该死的不死 不该死的却死了 中国人的文化当中有一种现象就是 我叫他就是死亡崇拜 死了过后 以前做的所有的那些 不太那么光辉的事情就不见了 剩下来的都是很多光辉形象 然后就是大家借着这个死亡的人 完了过后来表达他们心情的很多不满 把很多期望寄托在这上面 比较清楚的就是大家不是单纯的是在 在关注胡耀邦死这件事情 而是人有了一个群体可以待的一个地方 由此引发出其他的一些话题 我听到的还有我谈到的 就是最多的还是 学生要改变现状 可以参与艰难而缓慢的基层民主建设 也可以作为一个群体 争取自身地位的改善 然而大部分学生置不在此 同前辈学生一样 他们呼喊的是救国 胡耀邦的去世 是和他被用那种非程序化的手段 打击下台 受到那种心情抑郁是个关系的 如果我们仅仅地把红豆吃 现在悼念这么一个人 并不能解决中国长久的问题 如果能确保一个国家 向着好的方向发展 还得从体制上去着手 所以我们就希望借此机会 在悼念耀邦先生的同时 提出一些正常的要求 四月十七号深夜十八号凌晨 北大学生走出校门 那时候是我们在前头举着一面 写着中国魂的横幅 在四月十八号的早晨 我们在广场开了一个大规模的 一千人的讨论会 学生们通过了七点要求 写成请愿书 送交政府各部门 当夜 大批学生聚集在中南海的入口 新华门前 等待答复 这里是国家最高领导人 居住和办公的地方 几次学生就朝前冲 然后我就到了那个大红柱子旁边 我就跟他们说 我说我是工人 我说我过去当过兵 我说我自己觉得 你们在这儿待着 这样做也有很大的危险 因为这个是 是这个国家的 最高权力的一个地方了 那么如果要是这样的 非程序的冲进去的话 那么他们有非常多的借口 就可以用机枪全部打死 我说这样的这种牺牲 一点必要都没有 那么我们完全可以 用另外的方法 去达到我们要达到的目的 后来就把 就一起就把大家 就稳在那个地方 就说我们在这儿等 不要再冲了 那个晚上就没有发生 那个冲突 第二天我没有听伤 那边回来 就听说有了那个 420惨案 各位朋友 各位朋友 往后靠一靠 别急 我是 我是今天凌晨 不要急 安静 我是今天凌晨 420惨案 我们的目击者 组织者 还有一些其他情况的知情者 我们在那里静坐一直坚持到了 早上五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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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个时候 他们出动了 千名进警 野蛮的冲击我们的队伍 野蛮的殴打我们的学生 还有北京市的 其他各界的朋友 打伤人数 可以说不计其数 而且 他们对我们的女同学 进行了 猥亵 侮辱 反对阵长 反对暴力 反对暴力 我们是有组织的 我们不是乌合之众 我们是这个社会的文明的分子 我相信我们大家都有组织这样认为 所以我们要有智慧的 有纪律的组织 这些组织活动 北京市的各个高校 现在正在努力 努力 联合起来 我们决定 八个不达 目的事不复刻 学生中的活跃分子认为 如果不成立自己的组织 运动很难取得实际成果 敢于出头领导这个新组织的人 要冒很大的风险 4月19号晚上成立了 北京大学筹委会 这个成立的时候 这七个第一批常委 都是自保费用站出来的 可以说他们的成为常委 是完全凭着勇气 并没有经过那种 程序化的那种选举过程 筹委会曾经几次做出努力 就是希望能够 用真正民主的方法 选出自己的领导 但是后来事态发展 越来越紧张越来越紧凑 就没有能够把我们的 这个设想逐步的推荐实践 各大学相继成立了 学生的自治组织 几天后 北京市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 也宣告成立 举行胡耀邦追悼会的 那天清晨 学生已在天安门广场等候了一夜 几天来的精力激发了他们更深的不满 随着时间的推势 悼念胡耀邦越发显示出其特殊的意义 一夜之间 犯罪考虑 保障人权 保障人权 爱国无罪 爱国无罪 暴行可恥 暴行可恥 言论自由 言论自由 解除暴禁 解除暴禁 要方不朽 要方不朽 对不起 保障人权